Hello大家好我是时音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双十一 大家也知道啊不轻易的出种草视频 除非是真的有很多好用的产品要跟大家分享 或者你懂的啊就是有饭掐 那这次呢就想借着双十一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半年来攒下来的我认为非常好用 且值得回购的一些产品 而且呢非常全面不只是限于美妆产品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跟我来看看都有哪些吧 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来自姿色的这一款睫毛膏 它这个系列有很多颜色 我手里这一个是一个银色的bling bling的这一款 其实我也是被别人在网上种草了以后买的 就说实话我买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姿色这个品牌 所以我还有点半信半隐章嘛 但买回来发现确实是挺美的 那因为它是银色的带亮片的非常闪耀的那一种效果呢 所以我一般来说用它的方式就是涂完黑色的睫毛膏 会在黑色的睫毛膏的基础上再涂一层 这样拍照拍出来的话呢 灯一打就会有一种非常闪耀的感觉 涂在下睫毛的话呢 可以营造出一种这种仙女落泪的非常美的感觉 它的这种刷头是非常小巧的 所以很适合去涂一些细节的部位 比如说涂下睫毛就不会涂的到处都是 价格呢也是相当的合理 当时我是双11之前买的 所以就是99元 双11的话呢它应该是有一些活动的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 它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它真的很吃光线 比如说你现在光很强然后某一些角度或者在太阳光底下的时候 就能看出那个亮片的感觉非常明显 所以说拍照啊或者上镜真的非常合适 但是日常如果你在一些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呢 可能看不太出来效果 但是呢喜欢拍照的人我还是非常推荐入手一下的 因为可以营造出一些非常不错的这种妆感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王宝宝的麦片 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品牌 其实我去年就有安利过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 那这个呢是我最近的健康早餐 非常适合我这种懒人 像我起床就很懒 也不想做饭也不想点外卖 然后经常就拿一包王宝宝来吃 就非常有饱腹感 之前有很多明星都推荐过 像刘涛啊 还有古丽娜渣啊都种草过的 那我手上这两袋呢 分别是咖啡坚果考验麦 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 然后还有一个新出的叫芋泥奶茶 烘焙麦片都很好吃 那么芋泥奶茶这一款里边呢 它除了有麦片 还有很大的芋泥块 芋泥块呢是入口计划的 口感非常的好 而且有一种很厚的奶香味 就感觉在喝香芋奶茶这种感觉 那么咖啡的这一款里边呢 也是有很大的这种咖啡奶块 然后也是奶香很浓 不会感觉很苦 像我这种不爱喝咖啡的人呢 也会觉得非常好吃 香异味的呢 我建议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水果吃 然后咖啡味的呢 可以直接泡牛奶 就成了一杯现成的燕麦拿铁 它的成分呢也是非常健康的 卡路里和纯燕麦比起来呢 只高出了一点点 一碗只有150大卡 那最重要的是呢 它没有任何类似于香精 这样的人工添加剂 是非棚化制作的 天然纤维含量也很高 所以非常的健康 所以呢非常推荐给像我一样 早上没有时间吃早餐的 学生党也好啊 上班族也好啊 那虽然时间匆忙 但是早上填饱肚子还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呢 想跟大家安利的是 这一款发胶来自一个叫 欧哥的品牌 也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品牌 但有一天呢 我去理发店剪头 然后我就跟我的Tony老师抱怨说 我头发实在是太软塌了 做完造型以后 无论喷什么它都hold不住 就只能维持一两个小时就塌了 然后Tony老师就说 那你试试这款发胶吧 我自己用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他跟我说这是款男式发胶 但是呢 他认为像我这种发质也可以尝试一下 于是呢 我就买回来用了用用 发现真的是非常好用 因为我之前也用过很多男式发胶 无论是滋生糖的也好 Gatsby的也好 要么就是说 它喷上去发胶感特别的浓 就是那种非常黏的感觉 要么就是它的功力不够大 达不到就是维持我发型的这个作用 但这一款呢 它就是既很坚挺 然后喷上去又感觉很轻薄 不会很腻 然后香味也不会很重 所以呢虽然它是一款男式发胶 但是我想把它推荐给跟我一样 就是发质比较软塌的少女们 秃头少女们也可以用 喷上以后就显得你发量很多 像我今天这个也是用这个发胶喷过的 那么接下来我要安利的这款产品呢 来自尔玛尼的高端护肤线黑药式系列 也是这次双十一李佳琪和威亚重点种草过的 那这次要重点推荐的呢 是他们这个系列的一个明星产品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黑钥匙面霜 那又在双十一推荐它呢 不仅是因为它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力和抗老效果 还有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它这次优惠真的非常给力 那我拿到它第一感受呢 就是觉得它的质感非常的好 真的有高端护肤品的那味儿了 那如果在北京住过呢 就会知道北京秋冬季真的很干 我用过的其他面霜呢质地都比较薄 没过几个小时涂上以后 脸依然会觉得有紧绷感 那这款面霜的质地呢 有一种丝绒感 上脸之后呢 会很快地被媳妇给吸收 不会有很大的那种负担的感觉 其实黑药式它还有一个乳霜 版本质地会比较轻薄 我会推荐给皮肤相对偏有一点的女生用 所以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是干皮 但是其实我平时的皮肤状态 还是比较稳定的 不会有什么泛红啊 或者特别毛孔粗大之类的 特别严重的问题 但是毕竟博主嘛 经常熬夜 熬夜完了以后 难免还是会有一些暗沉和粗糙的 除此以外呢 秋冬季常见的一些细纹啊 干纹啊也都会有的 那坚持用它这一个多月下来呢 我感觉这些小状况还是有改善很多 然后皮肤状态也比之前更加稳定了 细纹呢也淡化了一些 可见它的抗老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要告诉大家 黑药式系列今年的优惠非常的超值 现在购买呢 会附送同系列的眼霜和精华水 然后具体优惠信息呢 我会打在屏幕上 大家快去码云 然后一键下单吧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是一款香水 它是来自娇兰的亚美尼亚木香 这个是我在娇兰所有香水里边 应该算是最喜欢的一款 同时呢 它也是娇兰艺术沙龙里边的第一支香 而且呢 它非常的小众 很少有人去推荐它 所以你喷上以后出门绝对不会跟别人撞香 它也是我秋冬季的御用香水 大家看我用的量就知道了 就是最近真的是一直在用它 因为它是属于东方木质香 所以喷上以后呢 整个人都有一种暖暖的感觉 要用一种场景形容 你坐在一个北欧的小木屋里 然后里边点着壁炉 喝着咖啡 静静地看着雪落下 就非常的暖的感觉 它的前调是鸢尾焚香 粉色胡椒 中调是香菜 安息香 鱼窗木 尾调是广阔香 摄香 以及苦配八香纸 我感觉就是闻起来非常的高级 而且它是男女通用 所以男生也可以用哦 大家还是可以去闻一下它的实体的味道 然后决定自己喜不喜欢 反正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呢 想给大家安利的是完美日记家的产品 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广告 因为我知道完美日记的推广力度很大 但这个真的不是 这个就是我有收到他们一个礼盒 然后我打开以后发现 哇塞 居然是跟摩卡少女英联名的 这简直是我童年女神 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粉饼 推荐主要原因是它颜值是在这太高了 这个就是那种摩卡少女英的卡片上那个图案 整个就是非常有少女感 还是非常好用的 补妆的话不会有什么卡粉啊之类的困扰 你知道这个礼盒才200块 它作为一个200块礼盒里面的一个粉饼 我觉得它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我忘了说啊 其实它这个礼盒里面还有一个眼影 不过那个眼影的配色 我觉得不太适合日常 所以这次我就不推荐给大家了 然后最后礼盒里面的一个产品呢 就是这一只唇釉 同样也是颜值非常的高 色号也很好看 是这种桃子颜色的这种淡淡的粉色 薄涂的话呢就非常日常 厚涂的话呢就是非常的少女 最主要的是呢 我觉得它材质很神奇 就是我用过很多唇釉 如果说你嘴唇状态 比如说有一点干 涂上去基本上是很卡的那种状态 显得细纹很明显 但我不知道它这里边是添加什么材质 就涂上嘴非常的顺滑 堪比再涂润唇膏 秋冬了大家还是要用一些比较滋润的产品 既然刚刚推荐了一只唇釉 然后再来推荐一只口红吧 这个是Gucci的一个新产品 然后它色号叫做May Core 它颜值也是非常的高 看这个小碎花就很有田圆感那味了 但是它底部呢又有一个金属的感觉 所以拿在手里还是很有分量的 就质感还不错 我一开始看到我就说 哇塞这不是死亡巴比粉 涂上嘴底多难看啊 很谨慎的试了一下 发现它其实薄涂的时候 真的是看不太出颜色的 如果你要涂的话 我觉得直男可能都看不出来你化妆了 所以说如果想要营造裸妆的感觉呢 这个薄涂是非常合适的 那厚涂的话呢 就是比较嫩的那种粉色了 还是能看出妆感的 但是同时呢 跟刚刚推荐那只也一样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就是质地非常的好 非常的丝滑 我真的觉得口红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涂上嘴 它的感觉一定要好 一定要滑 不能卡 然后也不能显得唇纹很明显 不然的话 整个妆感就感觉非常的老气 要非常丝滑才能显出少女感 那本期的最后一个产品类的推荐啊 是POLAR黑BA的这个眼霜 这个是我618的时候买的 然后只是因为看到 之前网上有很多好评 所以我又买来试试 我发现它优点还是挺多的 首先呢它非常的耐用 看我618买的 然后每一天都在用它 没有一天不用 才用了这么一点 它还剩大半管 感觉可以至少再撑到下一个618有没有 它的用量也是非常省的 因为它的材质呢 对于眼霜来说还是比较厚的 所以你挤一点点就可以涂满整个眼睛 然后它还是比较容易推开的 搭配按摩手法呢 整体使用感还是非常好的 其它圈传语上呢 有说它有什么防下垂啊 然后去黑眼圈啊之类的功效 我是没有特别的感觉到很明显了 但是我觉得它的保湿功效还是非常好的 护肤了这么多年呢 其实我对眼霜的要求并没有很高 因为我觉得像去黑眼圈 去眼袋这种东西 就你想要立刻见效 还是得靠医美 光靠涂眼霜的话呢 能够做好保湿 然后改善肝纹细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这款眼霜呢 我感觉它还是都有做到的 个人认为它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回购的产品 最后想要推荐给大家一个东西呢 并不是一个产品 而是一个APP 再次声明这个也不是广告 但我最近两个月就发现了这个APP 然后我就觉得它真的很好用 因为其实以前我买护肤品啊 化妆品啊 我其实是不太会留意细节成分的 我一般就是看网上种草 然后大家好评多 或者说适合我的肤质 我就会把它买回来试试 但是我觉得呢 还是要多看一下成分的 所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APP 叫做美丽修行 然后你可以进去去测自己的肤质 然后在肤质这一面呢 它会让你拍照 然后最好是素颜拍 然后它会给你分析 你脸上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它会告诉你 你有没有细纹啊 肌肤的就是表面状态 看起来大概是多少岁啊 然后有哪些是需要注意改善的一些地方 你还可以测你是干皮油皮啊 还是混合皮啊 测完这些了以后呢 你可以回到你的首页 然后去看一下 哪些产品是匹配你的肤质的 这样就可以比较精准地去找到 适合你的产品 最最最重要的呢 如果你在买一个化妆品之前 你不确定它适不适合你的肤质 或者你不确定它这些成分 到底适不适合你现在的阶段用 你就可以去搜这个产品的名字 比如说呢 我们拿我们今天说过的 这个Armani的这款面霜来举例子 搜完以后呢 会看到它的评分 因为上面是有互动的嘛 所以大家会给它打分 它的分数是非常高 4.5分 完了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售价 以及它跟你肤质的一个匹配程度 因为我是干皮 然后这一款是主打滋润修复的 所以它跟我的皮肤匹配程度是99% 然后你可以进一步去看它的成分 比如说它含的美白成分有几种 保湿成分有几种 安全程度 比如说它有没有香精 有没有防腐剂 然后有没有孕妇慎用的一些产品 每一个东西你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这样呢 你买回来用才会非常的安心 今年双11啊 去下单之前 我觉得是可以上这个APP 再三确认一下这个产品适不适合你的 这样不会踩雷对吧 不会踩坑 就非常的好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双11清单 那么看完以后 大家被种草了哪些呢 可以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最后呢 如果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然后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